我这么经历下来之后 我会觉得英国的法律法规的这个体制是很完善的 文化的话呢 其实虽然和中国有很多不同 但是呢 它没有跟我们中国文化相差非常大的点 所以不至于导致一些生活习惯到这边之后 被认为是违法行为 要把我们给抓到监狱的这种是没有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不用担心 到了第二点 其实英国这个国家除了法律 法规体系比较完善比较透明之外呢 对国家的包容性是很强的 只要他是一个善良一个政治一个努力工作的人 他其实也是可以在这个城市里面找到一个自己的立足之地 而且可以安居乐业继续发展的 对吧 你看现在英国的这个首相 对吧 他不也是印度籍吗 这个是他一个民族的这种包容性很强的一种体现 所以呢 我会觉得呢 一些家长啊 觉得这自己的孩子过来是中国人 或者是说一些刚刚新移民过来的一些家庭 就觉得我们是一家中国人到这个国家 英国人会不会对我们有种族歧视 我反正觉得我在这二十多年 我没有感觉到我种族歧视 我还是能够感觉到 只要我是一个nice person 我自己是一个好的人 善良的人 政治的人 我身边还是可以吸引到很多的本地的这个英国的朋友 很好的人 你可以让他变成我的朋友 我没有会觉得 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 对会有这种区别 我说的第三点 我会觉得 英国这个社会呢 我自己蛮喜欢的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 可能是需要一个适应的点 就是其实在这个国家 每个人每个人 他自己可以给自己创造一个很小的bubble 就是可以给自己创造一个空间 围绕在自己的身边 然后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 他保持一定的空间 一个arming distance 但我觉得这个在英国是 他是在体现的 我很喜欢这样子 我很喜欢到我周末的时候 我的私人生活就是我的私人生活 我的工作就是我的工作 我的朋友和我的工作的这个生意伙伴 他是分开的 如果我的生意伙伴是一个很nice person 我把他变成我的朋友 但是我是 我是喜欢有这种界限的 这个英国的社会可以给到我 还有一点是 这个英国社会 其实是有很多好的福利的 对吧 你比如说他的这个NHS的 这个免费的医疗体系 虽然说 对吧 我们有看到很多负面的这个抱怨 就说 哎呀 这个医疗体系你要等 对吧 但是毕竟你想啊 他是免费的 也不可能所有东西都是十全十美的 我们要能够清晰的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也有身边的朋友 德拉爱症的 那这个英国的医疗系统 就是愿意新的药出来 去给他去试 延长他的这个生命 对吧 与此同时 英国政府还给他救济金 叫他不能工作来 去维持他的这个生活 所以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个社会 它 是有它这一面的这个上光点的 是有它这边的 这个上光点的